花蓮县诗书画协会27号开始在施工所的市民一郎展出20幅 由理事长李建盈精心挑选出的书法国画作品 为施工所增添了艺文气息 而这次的画作展呢 只到12月31号 市长温家贤外民众可以到施工所来参观西上 27号上午花蓮县诗书画协会 在施工所市民一郎举办书画展南 在优美歌声中正式揭开序幕 现场更是透过吟诗的方式来搭配精美书法作品 为这次书画展注入不凡的艺文气息 一幅幅美丽画作映入眼帘 无论是书法或是彩末画 现在只要前往花蓮市工作就可以欣赏到 因为我现在是在宣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我希望我们这个珍贵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我们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不要断根 因为现在学书法的人非常少 最怕的是断层 那我们要好好把它发扬光大 这次有20幅由理事长李建宁精心挑选出的书法及国画作品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悬挂在一楼长达180公分的孔子像画作 这是李建宁在今年9月份才完成的最新创作 从画作到书写题款都展现出书画功力深厚堵实 市长温嘉贤表示 艺文与各种文化一样要传承 感谢许多团体单位长期下来不遗余力推广艺文活动 让艺文可以在花莲市闸根 那在花莲市民艺朗持续不断的在这几年都有非常棒的一个展出 那尤其是我们在地的艺术家的作品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是书画协会李建宁老师的一些作品 那花莲市工所会不定期的有各个一个策展 那也欢迎所有有一些画展还是有一些艺术类的部分 也可以洽询我们花莲市工所的行政室 那我们有一些非常优质的一个策展的部分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做欣赏 给这些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给他多一点鼓励多一点支持 这次展期直到12月31号 市长温嘉贤欢迎民众可以抽空来到花莲市工所参观欣赏 谢谢许丽琴 花莲市报道